地球上有一個這樣奇妙的國道就是 它沒有學校,但有一個世界級的圖書館 它連警署館也沒有,但就有一個世界級的博物館 它沒有超市,不過全世界最大教堂就在它那裡 它全國公民都不在本國出生,因為它連醫院也沒有 但它反而有藥房、有油局、有消防局 它全國人口一共只有 800 多人 而國土面積比海洋公園還小 其實連一半都沒有 就是這樣一個在地圖上用放大鏡未必找到的國家 但擁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它就是位於羅馬的國中之國,梵帝綱 如果要認真理解梵帝綱的意義所在 以及它的歷史地位有多麼特殊 那就真的要從一匹布那麼長的 2000 年前開始講起了 梵帝綱所在的位置,與羅馬的古城區有著一河之隔 算是遠離城市下深地帶的又元老苑、又神殿、又市集的地方 那時有皇帝在這裡建了一個馬車競技場 在那個年代,埃及已經被羅馬征服了 成為羅馬帝國的其中一個省 所以為何你在羅馬中會見到那麼多埃及防戰備? 其實早在帝國時期,他們很流行把這些碑搬到羅馬 就算是彰顯國力的其中一個方法 現在你在梵帝綱聖彼得廣場正中央看到的這輪圈 正正是 2000 年前建一道競技場所留下的唯一遺跡 而令這個競技場名流千古的,不是因為舉辦過什麼巔峰對決 而是因為一宗很著名的宗教迫害 在皇帝尼陸在位期間,羅馬發生過一場燒足幾日幾夜的大火 死了數之不盡那麼多人 有不少人認為是皇帝喪生病狂,放火焚成,然後吃花生 尼陸見群城洶湧,當然是轉移視線 就說是基督徒放火 想通過迫害當時還被視為以教徒的基督徒收買人心 所以處死了很多教徒 當中包括了使徒聖彼得 聖彼得在宣教時,特意要求偉將自己倒轉 即是頭向下,腳向上倒釘十字架 因為認為自己不配跟主耶穌擁有同一種死法 當時他殉道的位置就在這座馬車競技場之上 他死後被埋在競技場附近的一座叫梵蒂岡小山優之上 過了二百多年後,軍事坦丁大帝正式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國教 而聖彼得亦被專為教會的第一任教宗 軍事坦丁為安撫民心,還在聖彼得的埋葬地點上 建了一座教堂 這就是原版的聖伯多禄大殿 由公元四世紀建好的大殿 在往後1200年歷史中 這都成為了無數教徒過來朝聖的地方 在這千多年歷史中 教會的地位像坐過山車般升升跌跌了好幾次 在全聖時期,連軍權都要神獸 誰想做皇帝,還要看教皇的面色 但氣勢若起上來,甚至被人把整個教廷騎進去法國那邊 這樣做人治,做了接近70年 後來基於群眾的壓力,才成功將教廷遷回羅馬 但當時的原版聖伯多禄大殿已經爛到脫皮脫骨 是展現不到天國是多麼令人向往的地方 所以在1506年,教皇決定重建聖伯多禄大殿 當時正正在文藝復興運動發展得最慶盛的時期 雖有很多劃時代的大師都參與了這世紀工程 包括有McAngelo、Raphael、Bernini等曠古瑟金的天才級人馬 全個重建項目歷史超過一世紀 不過以這座世界奇觀級數的建築物來說,算是起得很快 聖伯多禄大教堂由它落成那一刻 直到今時今日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而且以它的神聖地位,我想之後都不會再有教堂夠膽超越它 最大的教堂但位於全世界最小的國家,聽起來好像很奇怪 但其實意大利這個統一國家的概念是有了不夠二百年 而由公元八世紀開始,其實教宗控制著教皇國的領土相當大 佔了現在意大利中北部的不少面積,當中包括羅馬在內 說得深入一點,教皇國是源於法蘭克國王想向教宗獻印勤 所以送了很多意大利的土地給他 通過這樣,換來教宗親自幫他的兒子查理曼加冕 即是雄心傾這張牌,人物畫的就是查理曼 成為西羅馬帝國滅亡三百多年後,第一次出現有得到教宗認可的國王 這宗交易在歷史上就被稱為批評獻土 如果再順著說的話,影片起碼整個小時那麼長 總之你要理解的是,教皇國的土地是別人送給教宗的 雖然教宗沒有很強大軍事力量去守住這塊領土 但其實教廷的地位有點像東周的皇室 即是名義上還是叫做天下共主 是不會有主要國式的魔神去搞他 因為這樣一定會被其他人借題發揮,圍攻回頭 於是這個這麼吊詭的狀態,在意大利統一之外 整件事變得很尷尬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沒有牙老虎來的了 但沒有人想明目張膽去驅趕教廷 而沒有權、沒有勢、沒有軍隊的教廷 他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縮回到梵帝港裏 做出一副意大利亡愛之心不死 這些都是教皇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 這些死性八口的姿勢 這樣竟然一拖,又被他拖了半個世紀 直到麥索利尼的出現 即是將意大利變成俗心國一分之的獨裁者 他在1929年簽了一張條約 正式承認梵帝港是羅馬市區入面的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其實因為他只是想借助教廷的聲勢 基本上就是將批評獻統這件事重演多一次 不過規模完全沒得比 他只是像正式地畫了44公頃土地給他們做國土 基本上就是將教堂、廣場、博物館和辦公室 加上面積就是44公頃 於是全世界國土面積最小的國家就是這樣誕生 背景歷史很簡單地說完 現在是時候進去探索一下 不論你有沒有信仰 都是一身人值得來一次的殿堂級景點 我們那天在早上參觀完梵帝港博物館之後 簡單地吃了午餐,再休息一休息 然後下午就過來看教堂 未看上集的朋友 他看現在右上角彈出去連結 或片尾都有相關播放清單可以重溫 那時大約是下午3點左右 你見到等著進入教堂朝聖的長龍 是由教堂門口一直伸延到這個位 其實這條隊真的長得很誇張 不過在這個隊中容納到50萬信徒 在當中的超大型廣場裡 這條長龍都顯得微不足道 眼前這個興建於17世紀的聖美德廣場 是大師Bernini 的傑作 他的作品在羅馬真是隨處可見 例如《四河噴傳》這幾個雕像 就是其中一個引以為傲的作品 他用了11年的時間去設計聖美德廣場 如果你站在教堂頂看下去 就會見到兩邊半圓形的門廊 就像上帝張開他的雙臂 迎接從五湖四海過來朝聖的信徒 不過其實他原本的設計理念 不是現在這樣一條大路直插廣場的結構 人類當年是上的信徒 在經過一些九曲十三彎的巷仔之後 忽然間來到入口 見到這個廣場被372條紅衛的儲包圍著 然後再會見到上面站著140個殉道者的雕像 跟著正前方就是這個壯觀的大教堂 是會很自然感受到那種很排山倒可而來的氣勢 不過可惜的是 這個這麼戲劇化的效果 就被這條在20世紀初設計出來的大直路破壞了 基本上你來近遠已經見到一清二楚了 就好像被人劇透了再去看電影 是沒有驚喜當中的了 有這麼強大的魄力 找這麼多位文藝復興大師出馬 去展開這個世紀工程的 是堪稱教會歷史上 其中一個最有作為的教宗 Julius 而世 Julius 這個皇后 是因為他仰慕海撒大帝 Julius Caesar 而起的 不過他真的對得住這個名字 他相當驕勇善戰 因為他仰是教廷歷史上唯一一個親自上戰場去打仗的教皇 在當時七國禁亂的城邦運戰當中 是靠他指揮著一隊幾萬人的僱傭軍 成功修復了不少教皇國原本的領土 算是重振教會的洪峰 成功捍衛了教皇國的獨立地位 這一隊歷史這麼悠久的僱傭軍 你今時今日都還會見到的 說的是梵蒂江裏面的瑞士衛隊 你一教堂門口的旁邊 就會見到他們在當席 他們這一身紅藍黃三色條文的制服 是設計師參加Mecangelo 在壁畫中對瑞士衛隊的描繪而造出來的 他用回文藝復興時期的設計 來襯回成軍五百多年的輝王歷史 他們最慘烈的一將 是16世紀有一次人攻入羅馬 瑞士衛隊為了保護教皇而負責殿後 而189人的隊伍最後陣亡了147人 所以教皇下令以後永遠都只會僱傭瑞士青年來保衛教廷 於是即使瑞士獻法是有寫明的就是禁止瑞士國民去做僱傭兵 來維持瑞士的中立地位 但他都為梵蒂江頒了一個豁免權 所以瑞士衛隊就成為了梵蒂江唯一的軍隊 你別看他們穿得這麼復古以為他們只有個樣子 人家是完成了瑞士軍隊的訓練 而且必須要是瑞士籍未結婚的男性天主教徒 年齡在19至30歲之間才有資格去面試 所以他們是又看得又打得的 好了連教堂都未進去都已經說了這麼長時間 接下來的就是時候說這座可以壞習當代所有在建築在藝術領域的大師深血於一身的巨無霸 在預算無上限的情況下 用了足足一百二十年才釣得出眼前的這座 相信會有空前絕後的藝術鬼堡 究竟危惡控偉但不會大義無當 據今迫輝煌但完全沒有很融族很銅臭的感覺 即使意大利已經受過這麼多精美絕糧的建築洗禮 審美標準已經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進來都是會震撼到除了 嘩之外是說不出第二句話 老實說我都不知怎能在畫面上呈現給你看 這座的空間感去到有多誇張 唯有儘量試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參照物 讓你們有個概念就是這座究竟有多大 教堂佔地是23000平方米 即相當於香港大球場草地面積的2.4倍 教堂裡能夠容納到6萬個信眾 即相當於香港大球場座位數目的1.5倍 如果將今年DSE 5萬個考生放進來 在刀剁的心血結晶 時間有限我唯有選幾件重點來介紹一下 當中最搶眼的一定是在正中間的 這座巴洛克風格藝術的巔峰之作 《聖體傘》 這座建於1624年 覆蓋在聖美德墳墓的正上方 高達30米重37000公斤的聖體傘 是全世界最大的銅住物 你要結合站在下面的人 才明白它的規模達到有多誇張 即根本就是在這座教堂裡 再建立一座接近9層樓高的建築物 這樣的概念 也側面反映出 教堂的尺寸大到有多離譜 如果還記得我之前介紹《古羅馬景點》那集的內容 都有說過這座聖體傘 那37000公斤的銅 是Bernilli 從萬神殿的門郎拆下來的 羅馬帝國時期用料就是頂尖到這個地步 想用漂亮的東西唯有拆它那些 拆出來的銅就將它融掉 再重新鑄造成眼前見到的 華麗非凡的聖體傘 這四條螺旋形的巨柱 是參考舊約所說的《所羅門聖經》當中的設計 它用了道金的藤蔓和葉來裝飾條柱 是優雅得來不失莊重的 就算它站在它面前親眼看著 我也是不明白 為何它用金屬來模仿到佈蔓的感覺 它垂下來的形態是自然到 我甚至覺得如果有風吹過 它還會捲起來 更難以想像的是 這座不留的巨柱 是布林尼在二十五歲時設計出來的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就已經有實力去擔這支大旗 被委任整一座全教堂最焦點所在 最意義重大的作品 用來彰顯第一任教宗聖秘德的尊崇地位 他在二十五歲已經有這樣的草藝 是不是瘋了這傢伙 不過在天才餘韻的年代 其實在二十多歲已經奠定大師地位的人 都有不少 例如 Micangelo 在二十八歲就完成了這座 流芳百世的大衛像 這件作品算是令它一戰封神 但是大師的成名作又是哪一件呢? 其實就是聖密德大教堂裡的這座聖相 說起來很好笑的 就是這位礦股削金的大師 一開始竟然是因為賣假貨才被人發掘出來 因為當時古羅馬古希臘的雕像很受追捧 每個有錢人都買幾磚回家 扮到自己很有文化的那款 有需求自然有market 亦都衍生出一個藝造文物的產業出來 釣完出來後 用上方法弄成一個殘舊的一副 賣在地上一千多年的款 這樣便能夠買到很高的價錢 話說有個主教 就是因為這樣而買了一件Micangelo 弄成古希臘作品的假貨 不過那位主教本身 已經是一個藝術收養很高的收藏家 他一開始都竟然會走流眼 所以他極度震驚 他完全猜不到當今世上 有人能夠做出一個這樣的作品的人 所以他找回當時刁這件假貨出來的創作者 即是當年只有22歲 是22歲 已經有這麼耀眼實力的Micangelo 各位主教找到他之後 沒有追究他 而是委託他今次不用藝造文物 可以直接丟一件厲害的東西出來 而且我保證報酬一定遠遠高於你賣假貨 那件厲害的東西 就是現在看到的這座聖箱 這個其實是當時是相當流行的宗教題材 就是講耶穌被叠十字架後 聖母在哀悼他 這個這麼交予戶曉的故事 當時只有22歲的Micangelo 可以怎麼發揮呢? 首先 一反傳統的就是 將聖母丟成一個少女 你明顯看到兒子的年紀比媽媽還大 因為他認為純潔的聖母 是代表著至善的化身 是一個意念來的 是不會再由當女、再由換女突然變老去的 所以他永遠都是這麼青春、高貴 而雖然主題是哀悼基督亮 不過他不想把悲傷作為這件作品的重點 而是想突出聖母的堅強 你看到他哀傷得來是克制的 是莊雅的、充滿憐憫的 他通過這樣的神情 來呼應耶穌很安長的面容 以及他柔軟的身體 所以整尊雕像的構圖都很安靜 他沒有通過大哭大吶 沒有通過呼天搶地的身體語言來賣慘 而是以一種大悲無慮的沉靜 來表達聖母超脫層勢的精神力量 令人嘆為觀之際 他將大哩石這種堅硬質地的物料 雕到像布一樣柔軟、自然 人物的肌膚刻畫很細緻 就好像將一個真人 游了一層白色的遊相一樣 許許如生 但更令人震撼的是這種呈現手法 明明是一個耳熟能長的故事 但這尊雕像所帶出的無聲性有聲的意境 在之前是從來沒見過的 雖然這件用了兩年時間創出來的作品一面細 即刻震撼了全羅馬 人們甚至不認為一個初出茅廬 現在才只有25歲的年輕人 竟然可以雕出一件這麼偉大的作品 於是人們心想了 是否是誰誰高手雕出來的 所以Miccangelo 漏夜潛花進去 就在聖母件衣服刻了自己的名字 這亦成為他唯一有簽名的作品 因為一戰成名後的Miccangelo 他以後的作品已經不需要再簽名 要大家都知道 以他的實力 無事是無可能的 作為文藝復興時期最享負聖名的大師 在這座空前絕後的大教堂裡 又怎會只留得一件雕像就算呢? 他本身是以雕刻成名 然後教皇一道命令下來 他就硬著頭皮試試變成一個畫家 結果就畫出創世紀和末日審判 這兩幅不留的巨作 上集我們講博物館過士已經介紹過了 媒體的朋友 由上角彈出的連結或片尾 都在相關博物清單可以重溫 好啦 當他已經勁到 可以同時在雕刻和繪畫方面 都成為一代宗師級數的線 教皇又有一道新的命令 就是邀請他成為聖伯多禄教堂的總建築師 其實在他之前 已經先後有三位大師擔任過總建築師 他們不是被人炒 而是他們沒那麼長命 可以牙圓這宗四幾工程 當中包括拉斐爾都曾經做過總建築師 可惜的是他37歲就英年早逝了 到Mekangelo 接手的時候 工程已經進行了40年 而大師本人都已經72歲 以當時技術來說 就算有無限金錢支援也好 這一項工程的難度也是很恐怖的 還要全世界看著你建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一旦有什麼善失的話 那就一世英明一朝喪了 比爵已經72歲 在享受收成期的你 你又接不接呢? 但Mekangelo 就是一個這麼有魄力的人 他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他選擇了難度最高的一部分 就是他負責幫教堂建回窮頂 講到文藝復興時期 最惑時代最震撼的窮頂 就是位於佛羅倫斯聖母百花大教堂 這個空前絕後窮頂 在他之前 羅馬的萬神殿 而一直保持著全球最大窮頂 這個紀錄保持了千多年 直到天才建築師Bruno Lecce 出現 他用了一個直到今時今日 都沒有人知道他如何計算出來的方法 成功起出這個史上最大的專做窮頂 這個紀錄直到600年後的今時今日 都沒有人能破到 今月Kendel 見到窮頂都震撼得不得了 受到啟發後 他都模仿Bruno Lecce 的做法 起了一個形態比較尖尖的頂 因為這樣的話 下面的場所受的橫向推力可以少過多 這樣就不用起一幅很厚的牆來成重了 還有他最後都是用一座塔 來將力引回中間壓緊他 他這樣拉高了頂 大大增加了中庭位置的空間感 當你惡高頭的時候 就會見到耶穌光從窮頂基座位置的窗照進來 令本身已經離地百多米高的窮頂 看來更遙不可及地高 你任何人站在直徑41米的大窮頂之下 都會顯得好微不足道 好自然就會激發起他們的崇敬之心 當初不惜公本在這個教堂出來 就是想每一個人不論是否信徒也好 只要走進來 都有一種自身天國這麼華麗 這麼夢幻的感覺 有了這個莊嚴宏偉的頂 現在終於做到那種 好像沐浴在上帝恩殿之下的奇妙感覺 不過可惜的是Mecangelo 等不到這個頂的完成 他72歲接手 在88歲高齡離世 他人生最後的時光 就是為這座教堂努力 不過當這座教堂真係完成的時候 大師已經鮮游了60年了 好了 聖伯多禄大教堂 大致上就說到這裡 這裡的每一個像 每一幅畫 都代表著藝術發展最百家爭鳴的年代 最頂尖的工匠在留下的印記 先別說藝術含金量 就算單單說每一個作品 所說的背後的故事 都是說幾十幾話都說不完 在有限的篇幅之下 唯有好清平點 所以簡單說幾個 當中最標誌性的作品 其他的 都留給你們 做完功課之後 來到再仔細品味一下 好了 用這條影片 作為今國2022年的最後一條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年再見 好看 Let's get out, we can leave this city Let's drive to the open air Yeah, the countryside is so pretty With the wind blowing in your hair We can look back someday Baby,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we only get one life I wanna make it count,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 Let's get out, we can leave this city Let's drive to the open air Yeah, the countryside is so pretty With the wind blowing in your hair We can look back someday Baby, don't you understand That we only get one life I wanna make it count,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 Yeah, we only get one life I wanna make it count, honey Come on now and take my hand That we can build a new world That we're all together We have a new world That we're all together Let's get into this world